沿途只为幸福牵动心跳 斜阳断年华笑 珍惜便不敢割笑 白色、粉红、深红 哪种颜色的樱花会被我碰上呢? 每一次的接触都是一个缘分的开始 日本人有句话叫做一期一会 意思就是珍惜每一次的相遇 很高兴, 这次我遇到我最喜欢的秋田犬 离开岩手, 坐上巴士 继续东北的旅程 下一站是秋田苑 对秋田的认识都是来自秋田犬 很想亲眼见到他们 有人说, 欣赏樱花 最好去充满古都风情的京都 但听说, 在秋田有一个地方的樱花 比京都更漂亮 所以这次的第一站 就是去到有东不小京都之称的角馆 芝瑞英给人一种很柔弱的感觉 必有一番风味 芝瑞英和其他樱花不同 她像洋柳一样, 有一种女人的蒙眉飘逸 东北以前原来没有芝瑞英 她只能落户角馆 是因为一个爱情故事 很久以前, 角馆的芝瑞英除了一位京都的公主 因为公主很喜欢芝瑞英 为免公主常常挂着 于是在假那天 芝瑞英就请了公主 把千里之外的芝瑞英都带来角馆 看来女孩子对花真是有一种情意结 不过, 连花大树那样 整棵送给人的男生真是好笑 繁主可能是第一个 一对去日的戀人 种下了200%幸福的芝瑞英 令到每年春天的角馆都变得浪漫迷人 将更多缘分串起来 我要翻冬这一辈子 我把芝瑞英如Д conversation 来, 这个是 在摄氏七度的气温之下 吃一杯櫻花雪糕, 這樣上櫻 內內外外都被櫻花包圍著, 很難得 對櫻花的記憶 除了粉紅、淡白, 還有中啡色 在各館有一種跟櫻花有關的工藝 叫做華世工 這種用櫻花樹皮做出來的工藝 據說是當年沒有事, 因為缺錢 他們的家臣就利用一些山嬰薯皮 製作了一些工藝品來賺錢補貼家用 他們無論如何都猜不到 這個工作現在竟然成為了 國家傳統工藝產業 做華世工, 傳來師傅的感覺和經驗 看到師傅專注製造的神情 令我感受到日本人對傳統工藝保存和傳承的心 離開之前, 我買了一件華世工 這樣我和芝水英的緣分就能藉著它一直延續下去 秋田有很多名物, 每一樣東西我都很希望可以接觸, 帶走 其中一樣就是比內地雞 吃下肚子就是帶走它最好的方法 原產於秋田北部地區的比內地雞 是日本三大名雞之一 在1943年, 還被日本政府定為天然產物 飼養它的方式, 政府是有嚴格規定的 因為純粽的比內地雞是非常珍貴, 受到保護 所以我眼前準備吃我肚子的比內地雞 是經過改良, 和美國的雞混種而成的 雖然不是純粽的比內地雞 但是這個比內地雞的親自鍋真的很好吃 雞肉的質地真的很有彈性 和我平時吃的雞有點不同 加上一些比內地雞蛋, 真是好吃 難怪來秋田的人一定要吃比內地雞 好吃 吃飽之後, 我去到火車站 想坐在一些鄉下的小火車 試試溜溜的感覺 一個人坐在小火車上 雖然不知道火車去的地方是哪兒 不過這種沒預計的旅程也不錯 窗外的風景全都是一些香川、農田 充滿田園氣息, 令人感覺很舒服 眼前景象會隨著不同的季節而變更 今天能夠欣賞到, 要好好記住 到站了, 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叫做小板丁的地方 緣分會安排了什麼給我遇上呢? 很期待 每年四月至十一月 秋田的小板丁都會聚集 來自各地看表演的人 到底他們來看什麼表演呢? 很想知道原因 所以我決定看一次 原來大家來看的是大眾演劇 即是傳統的通俗音樂劇 小板丁二池原來是一座礦山 為了礦工休息的時候有些娛樂 於是就蓋了這間康樂館 讓他們看大眾演劇 第一次看這些表演 比我想像中輕鬆得多 本來以為看傳統的劇 多數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 但想不到我身邊 全部都是穿著校服的學生 一種過百年男扮女裝的傳統歌舞劇 今天仍然這麼受年輕人歡迎 真是想不到 一直以來, 我都會欣賞一些 可以一人分演幾個 和反傳的演員 因為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我的師匠是松尼誠座長 松尼師匠的劇團 我來看見 役者是很困難的 但有很享受的姿勢 也要看著這美麗的姿勢 在這劇團上修行 我來看見 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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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怒就说,我不懂, 是不是因为經典essä有点感 tekn decid chicken initiatives, steuring那些型的项目, 意思是第一 strictly做 pregnant安排酷有点儿, 而且交代,"女生を弄出啦". 对性的, 跟她们体能捆成 Essa这些型的正 obligation left, outsour of Å里来十分厉害 特別是在嘴唇上, 更加女性的感覺 康樂館, 原來這座充滿西洋風格的建築 是日本最古老的木造劇場 有99年歷史 劇場裡還保留了一個特別的機關 就是這個以人手推動的回轉舞台 它是當時為了方便轉換報警而製造的 可以在一座99年歷史的劇場 欣賞到山峰晉先生的演出 一生人可能只得一次 我會把這個畫面放在腦裡好好記住 馬上… 很漂亮 櫻花都會互相比拼 你開得妻美時 我用夜驗去吸引目光 在各館唯一可以跟芝術鷹相比的 是繪木內村提判的掩井吉野鷹 開在河邊的櫻花一字排開 就像一條粉紅色的長廊 為樹下的人提供遮擋 樹下樹上繼續相愛依然 一棵櫻花跟另一棵櫻花相遇 彼此的枝葉相碰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跟對方說聲多謝呢? 一個個街頭擺買的檔攤 堆砌成繪木內村提判的櫻花遊園會 來這裡, 米櫻花, 米櫻花 以人靚、酒靚和米靚號稱的秋田 做出來的爆米花 令人匯味的程度又有多高呢? 對, 米櫻花, 米櫻花 米櫻花, 米櫻花 突然傳來明打聲 通知大家, 爆米花要爆了 很緊張 原來是在那裡泡 我不用吃, 我想吃 爆米花的做法原來很簡單 只要把爆好的米加入糖水 混合就能吃 這個呢? 牛肉 牛肉 有人說在櫻花滿開的日子 是幸福降臨的時刻 在櫻花樹下, 我遇到很多快樂的人 無論平時生活有多忙碌也好 在櫻花盛放的日子 大家都約在一起 來到櫻花樹下賞櫻 這種和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刻 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嗎? 我都很久沒有約舊朋友一起吃一頓飯 這些記憶就像一本很久都沒打開過的常步一樣 似曾經發生過 看到櫻花樹下一個個的笑容 我知道幸福不是必然 可以的時候就要多加珍惜 無論是家人還是朋友 大家要記住, 沒事多相見 為了一口麵, 我向著秋田第二個大城市 橫手進發 在橫手有一種很有名的麵 而這種麵並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道庭烏冬 而是橫手炒麵 到底這種炒麵有甚麼特別的呢? 原來橫手炒麵 是戰後日本的一種屋台食品 是一種平民的食品 但現在就成為橫手市的特色美食 而且每年還有橫手炒麵的大菜 真的不簡單 其實炒麵的製法也不是很難的 用椰菜、豬肉、粗麵 和獨門的醬汁炒成 最後加一隻太陽蛋, 那就行了 全有血背後, 雙眼 用天空海闊, 空星島 想念我, 也放下鑽頭 懷念不內疚 離開了, 衛星便沒有緊張的節奏 眼前這一碟 就是全市的第一橫手炒麵 不知道它的味道是怎樣呢? 雖然炒麵的製法很簡單 但味道真的很好 麵很彈牙, 醬汁甜甜的 真的很好吃 拌勻雞蛋來吃, 不知道會怎樣呢? 很滑 全環手最好吃的炒麵 港幣五十多元 誰說貴的才好吃? 雖然炒麵的製法 在這製法 雖然炒麵 大家也感到滿足, 全國也有興趣 因為全市合力的推廣 使得原本平凡的橫手炒麵 成為文明全國的特色地方美食 可以吃到店長炒的麵 真的覺得很有口福 吃完全日本最好吃的橫手炒麵之後 店長知道我很想見秋田犬 就叫我去到日本最深的田澤湖 碰碰運氣, 去感受一下它的深度 正當我靜靜地欣賞田澤湖的時候 寧靜的環境被幾下狗吠聲打破了 眼前竟然是出現我一直很想見到的 秋田犬 原來這群秋田犬的主人 專門由大館市帶狗仔來探朋友 他們是第一次來到田澤湖 我也是第一次跟秋田犬 面對面打招呼, 真是很難得 媽媽 他真的很疼, 看他 不如你叫小黑吧 你這麼白, 叫小黑吧 Come on, Baby 你看他很疼, 你看他 看他很疼 你看他多小的, 蝦蝠 你看他, 多少稀呢? 這麼多? 三金茶 有什麼好味呢?你看看 你看他 這個叫餵食豬 日本的秋田犬已經越來越少 原本打算很難找 但是竟然讓我遇上這麼多隻 難道是上天刻意為我安排的? 這次跟秋田犬的相遇 我一定會永貴於心 很偶然地跟秋田犬一期一會之後 下一個目標就是享受 上天賜給日本人的恩賜溫泉 這次要去的溫泉 就有日本第一鼻湯之稱的 乳頭溫泉香 終於來到位於深山的乳頭溫泉了 這個溫泉真是古色的 這裡就是擁有350年歷史的鶴之湯溫泉 是乳頭溫泉香裡最古老的溫泉 這裡最初是秋田犬煮的溫泉療養場 現在就成為了我享受的溫泉 第一次臨著雨地浸溫泉 泉水遇著四周的冷空氣 形成一層煙霞就像仙境一樣漂亮 每逢冬天, 雨頭溫泉都會被大雪封鎖 沒有車可以進來 所以一到春天都會有很多人 但今天遇上下雨 我一個人就霸了半個溫泉 我想我以後都不會再碰到這個機會 離開秋田, 向著本州最北端的 青森願進發 車一路走, 氣溫就一路下降 跳動的皮膚告訴我 開始進入東北雪國的國度 有雪國稱號的青森, 四月的春天 公路兩旁的雪依然堆積得像一道雪場 一天之間, 我竟然同時擁有櫻花和春雪 難得遇到青森的雪 我很想體驗一下在雪道中漫步的感覺 第一次這樣走在公路上 原來那種感覺真的有點傻 聽到雪, 細細的跟我說 歡迎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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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